中共广西省委造神 激怒群众和党员 齐齐尚书北京求查处 马克龙总统胜选连任 应该放手支持乌克兰了 重磅人物要美放弃对台战略模糊 澳国防部长指责中共通过行贿获得国际协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个人崇拜就是对独裁者的神话 中共的个人崇拜曾经给国家 也给中共本身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2022年4月20日 一个名叫金钟的网民 在写给中共二十大的建言 寝宗宣布制定一个 个人崇拜底线的文字说明 据信 这与最近中共广西省委 永远拥戴领袖 捍卫领袖 追随领袖的口号有关 金钟的建言说 2017年10月24日 中共19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 第十条第六款规定 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他解释说 现在广大公众感到 贵党个人崇拜的气氛愈演愈烈 也许我们水平不够 不知道个人崇拜的底线是什么 所以 请中宣布制定一个 个人崇拜底线的文字说明 该网民还说 最近广西自治区党代会 避讳文件 对个人描述又有新的发展 是不是属于个人崇拜范畴 如果是属于的话 中宣部就应该有动作 金钟质疑广西领导层 搞个人崇拜的原因 应该与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 刘林有关 因为此人最近在一个党代会上提出 永远拥戴领袖 捍卫领袖 追随领袖的口号 并推出题为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的系列定时专题片 被认为正在全国酝酿一场升级版 宋盛造势运动 广西的造势运动 不仅党外人士反感 党内人士也进行了举报 河北省邯郸市退休做家庭集装 本人也是中共党员 曾在北京NGO公盟担任过行政主管 他长期呼吁民主政治 按照党章实名向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公开举报了刘林 他认为 在书记刘林主持下 广西自治区党委发出这样的公报 严重违反了党章 是公然挑战党的组织原则 他说 敬请中纪委迅速查处 并向全党公开查处结果 以尽校友 防止这样的腐朽文化思潮 选土重来 在对法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警戒等待中 地震没有发生 马克龙胜选连任 根据巴黎时间周日 EFOP20点公布的出口民调的临时结果 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在第二轮选举中 以58.0%领先其右翼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 马琳娜勒庞的42.0% 值得注意的是 从上一次大选到这一次 其右翼力量有了很大进展 两人2017年第二轮对决时 马克龙以66.1%的高票当选 而勒庞仅获得33.9% 这一次勒庞突破40% 此次选举一个巨大的悬念 还令许多选民忐忑不安 因为法国选民星期天的选择 被视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是在两个法国和两种世界观之间 做出的选择 两位候选人的方案相互对立 在欧洲 经济 购买力与俄罗斯的关系 养老金 移民 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经历了从黄北新到新冠疫情等危机频发的五年后 这几乎是两个相互对峙的法国 在这两轮选举之间 两位候选人向激进索义领导人 梅朗雄的选民求情 梅朗雄在4月10日的第一轮选举中 已近22%的选票获得第三名 本次总统第二轮选举也被视为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 如果真的选择乐庞 一方面法国第一次选出了一位女性总统 同时也是第一次让其右翼领袖成为法国的领袖 无疑会让法国政坛发生一场大地震 其冲击力将超出国界 可以与英国脱欧公投 以及川普2016年意外当选美国总统相比 而现年44岁的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的连任 将代表着连续性 即使这位候选总统已经承诺要深入地进行改革 他承诺要把生态作为他第二任期 也是最后一个任期的核心使命 马克龙也将成为自2002年亚克希腊克以来 20年来第一位连任的法国总统 现在一切变得明朗 马克龙将在未来5年继续领导法国 接踵而来的就是6月12日和19日的依法选举 新任总统马克龙将努力保持前进党 在国民议会的多数党地位 如果前进党不能获得多数 马克龙总统将被迫实施共治 外围视频人士巴山克使 马克龙此前顾及对普京有好感的法国右翼势力 不敢对乌克兰进行大力援助 现在胜出连任 应该是乌克兰为国战争的一个巨大利好 英文《日本时报》发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文章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许多人想起了中共国和台湾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 安倍晋三认为乌克兰和台湾的情况有三个相似之处 第一 台湾和中共国之间军力差距非常大 就像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一样 而且这一差距在逐年扩大 第二 乌克兰和台湾都没有正式的军事盟友 都被迫独自面对威胁或攻击 第三 俄罗斯和中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 因此联合国无法调解涉及这两国的冲突 如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等 但乌克兰和台湾的情况也存在显著差别 第一 台湾的局势更加令人不安 虽然台湾没有盟友 但1979年美国制定的台湾关系法 要求华盛顿向台北提供军事装备和物资 使台湾必要时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由于美国不愿明确表示 当台湾遭到攻击时会保卫台湾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起到了补偿作用 第二 华盛顿对俄罗斯清乌战争立场明确 美国不会出兵保卫乌克兰 但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战略模糊政策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在涉及台湾的危机中 进行武力干预 由于美国宁愿在北京武统台湾问题上 保持战略模糊 中共国至少到目前为止 一直被劝阻不要采取军事冒险主义 因为中共国的统治者必须考虑到 美国确实会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也迫使台湾考虑 美国不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已遏制了台岛亲独立团体的激进主张 第三 美国几十年来一直维持着两命性政策 但乌克兰和台湾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 乌克兰无疑是独立国家 而台湾不是 俄罗斯的入侵是对乌克兰领土主权的武装侵犯 也是企图用导弹和炮弹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 在这一点上 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和联合国信征的解释没有争议 虽然各国参与对俄罗斯制裁的程度不同 但没有一个国家敢说俄罗斯并未严重违反国际法 相比之下 中共国声称台湾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 美国和日本的立场是尊重这一说法 日本和美国都没有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 中共国领导人可以声称 北京发动的对台湾的任何入侵 都是对自己领土上反政府活动的必要镇压 这类行动并不违反国际法 这种逻辑使战略模糊站不住脚 只要美国足够强大便可以维持这种模糊政策 只要中共国在军事实力上远远不如美国 这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就非常奏效 但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 美国对台湾模棱两可的政策 现在正助长印太地区的不稳定 怂恿中共国低估美国的决心 同时使台北政府不必要的焦虑 鉴于战略模糊政策实行以来 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 安倍晋三认为 美国现在应当是时候发表一份不容误解 也不可做多种解释的声明 亲属表示将保卫台湾免受中共国的任何入侵 安倍晋三称 他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 每当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 总是会明确地向习表达一条规则 及习婚姻误判 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的意图 日本的意图坚定不已 安倍晋三的文章最后总结说 乌克兰发生的人类悲剧给我们上了惨痛的一课 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 以及捍卫自由 民主 人权 法治的决心 不应再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中共在南太平洋的扩张 已经令澳洲感到有巨大的威胁 24日周日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在澳大利亚天空新闻上说 中共不按国际规则行事 如果你看看在非洲发生的事情 就会发现有行贿腐败之父 但他拒绝说贿赂是否在北京和索罗门群岛 最近亲属的有争议的安全协议中起到了作用 达顿还说 中共干涉外国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地咄咄逼人 他为了亲属协议 愿意支付贿赂来祭拜其他国家 这就是中共的现实 索罗门群岛在上周宣布 与北京签订了一项安全协议 这项轮廓模糊不清的安全协议 重新引起索罗门群岛的邻国和盟友澳大利亚的不安 也令美国担忧 堪培拉和华盛顿长期以来 一直担心中共可能在南太平洋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将其海上力量远远投射到其边界之外 而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曾多次表示 他的国家不会有中共的军事基地 但这个说法没有让美国幸福 华盛顿警告说 如果他不遵守这一承诺 美国将进行相应的报复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读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